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呢我们也是基于在讲座过程中包括说讲座结束之后一个小时之内进行咨询的学生呢我们会有九折的优惠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以下四个步骤来进行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所近几年活起来的这个小州名校维拉诺瓦大学 提到这个维拉诺瓦这个名字的话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的了解 甚至于说根本没有听过维拉诺瓦这所学校 那其实在今年US News的全美大学排名当中呢 它是基身前50的 并且这所学校其实在1842年就已经成立了 只是说它的发展过程当中经历了比较多的坎坷 它曾经两度因为政府的财政原因导致学校是被关闭的 所以真正是到了20世纪的90年代20多年前 维拉诺瓦大学才开始真正的发展起来 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所大学已经势如破竹地积升了美国前50名的学校 并且稳坐第49名的宝座 它的实力其实是不容小觑的 那么学校呢是位于美国东北部宾夕法尼亚州的最大城市 是费城 学校距离费城仅仅12迈 也就是说开车的话大概30分钟不到的车程 费城本身呢也是被称为有爱之城 费城本身也有一些特别著名的学校 比如说长春藤之一的冰大 然后格雷塞尔还有天普大学 都是在费城的城区内 所以费城本身的学术氛围也是相当浓厚的 那么 维拉诺瓦的交通呢 以及其他的环境也都是相当的便利的 治安也是非常的好 那不仅如此 维拉诺瓦也是全美历史最悠久 并且为了最大的一所天主教大学之一 但是大家不必担心说 它作为一所宗教大学 是不是对于国际学生来说很难去融入 并没有这样的顾虑 因为从已经在校的这些国际学生的反馈来看 维拉诺瓦大学是一所让学生非常有归属感的学校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通过一些具体的数据了解一下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所小众的名校 当成咱们的一个展学的目标呢 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优点 首先呢 维拉诺瓦针对它的本科院校是只开设四个学院的 分别是商学院、工程学院、文理学院和护理学院 提供的是小而精的教学模式 它的学术氛围也是相当的浓厚的 所以本科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 那其中它的商学院和工程学院也都是排名到了全美的前20 总共的在校人数呢只有一半的朋友 这是一所小规模的研究层大学 其中在校的本科生目前总共是有6500人 那么其中国际学生呢 每一届大概是目前只有30到40人 其中呢中国学生每一届只能占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可能每一届新生已经只有十几名中国学生 但是这个市口也是完全成了一个增长趋势的 因为现在维拉诺瓦的这个排名 也是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的关注了 所以这个数字近两年都是成了一个增长趋势的 有一点让维拉诺瓦非常骄傲的地方 就是他的本科生毕业的就业率相当的高 特别是他的商学院毕业生甚至达到了90%以上 那么对于本科毕业毕业生就可以有这么高的一个就业率来说 只能说明这个学校的本科效率水平是相当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个是官网给出的 去年所有的本科学生毕业的一个去向和发展的一个方式版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四所学院加起来 总共平均也是有74%的一个就业率 这个是相当高的 特别是他的商学院和他的护理学院 甚至是有接近90%的 稍等一下 甚至是有90%的这样一个就业率 这个可以说明 咱们即使是说在维拉诺瓦 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本科毕业之后 没有竞争力 如果呢 同时维拉诺瓦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校友网络 他的校友从宾州的现任州长到海军上校 甚至是说检察长 这个也给学生带来了特别多的一个实习的机会 那如果你是对篮球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呢 那么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更加应该把维拉诺瓦做成你的一个转学目标 因为维拉诺瓦是两度获得了美国男子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冠军 到今年的话目前为止 他们也是全美排名第一的男子大学生篮球的球队 所以说如果对篮球感兴趣的话 可能维拉诺瓦是你最好的选择之一了 那么了解完维拉诺瓦的这些基本信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转入维拉诺瓦的话 我们需要针对性的做哪一些准备呢 首先针对于国际学生 维拉诺瓦是每年开放两次的转学申请 那分别是秋季的 截至时间是6月1号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它的护理学院在3月1号就会截至转学申请 并且护理学院有相当高 并且苛刻的先修课程的要求 所以如果想要申请护理学院的话 一定要提前提前做好准备了 那么针对春季学期来说呢 国际学生的转学申请的Line 是在每年的11月1号 一般来说会在12月20号开始收到申请的结果 如果说对这所学校感兴趣的同学们 想要申请商学院文理学院或者工程学院的话 那么现在其实还是可以赶上6月1号的末班车等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那么说到维拉诺瓦具体的转学材料要求呢 首先就是基本上的一些 所有学校都会要求的转学材料 首先呢要在Common Application的Transfer Application系统 提交网上申请并且包括八十刀的网上申请费用 同时呢需要去准备官方翻译认证的高中成绩单 以及之前就读的所有学校的官方成绩单 那如果说你的这些学期还没有结束 还正在就读 那么先是提交其中报告 在这些学期结束之后 再提供一个完整的官方认证的成绩单 同时呢也要准备一个转学分报告 并且还需要 作为国际学生的话 还需要提供其他的标划成绩 包括说英文水平成绩 那学校对于学生具体的标划成绩 或者是说英文水平成绩这边 没有给到一个具体的数据 也就是说没有给到一个最低的限度在哪里 但是从过往的转学数据来看 这一项分数平均来说是相当高的 所以我们建议学生的这个英语水平 像是托福的话 至少都是要达到90分以上 那我帮大家highlight一些 升级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 首先呢过往的转学数据 被录取的这些转学生 他们的GPA普遍很高 甚至他们的平均GPA有达到3.9 所以建议学生 如果说现在距离你的转学目标 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话 那么要尽可能高的 把你的GPA保持在一个尽可能高的水平 这样才能在众多的转学生当中 特别是还针对本土的这些转学生来说 你才有一定的竞争力 然后针对这个可转学分部分 维拉诺瓦要求的是 转学生最多可以有60个可转学分 至少要有C这样的成绩 那除去这个可以转进维拉诺瓦的学分呢 他们还有一个明确的要求 就是你最后的30个专业学分 必须是在维拉诺瓦修读的 以及你有一半的专业课 都必须在维拉诺瓦修读 并且获得这个学分 那商学院和文理学院呢 只接受一个学区的可转学分 所以学生们需要尽早的 开始准备这个转学分报告 选择一下对自己最有利最佳的 这个某一个学期的可转学分 如果说现在呢 大家有准备申请的话 那可以在确定自己 想要申请的专业之前了解一下 目前工程学院只接受 Electrical Engineering的申请 EE的申请 那护理学院它的先修课程要求 也是非常的苛刻的 可能需要学生有针对性的 先去完成这些课程 并且有一些 还需要有非常高的 这个certificate方面的一个要求 那文理学院的学生 你被录取到维拉诺瓦之后 你是没有办法在校内 再申请转换到其他学院的 所以针对这三个学院的话 可能大家要稍微多做点功课了 那在整个的转学申请步骤当中 维拉诺瓦一般都是 没有面试这一个环节的 那除了刚刚提到的说 它的本科竞争相当的激烈 建议学生维持一个 比较有竞争力的GPA 或者是说提供 尽可能高的标划成绩 除去这个的话呢 我们作为国际学生 还需要提供 可能是非美国地区的 高中的成绩单 或者是之前就读的 大学的成绩单 那学校认证的这些 可以提供成绩认证服务的机构呢 我们都可以点进这个网站 然后可以先开始准备一下 这些成绩单的认证 包括接送 根据学校给出的 这个官方数据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 一年下来 你的学费和生活费的一个预估 大概是在六万美金左右 好 那了解完维拉诺瓦 一个基本的转学申请步骤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厚人教育这边给您总结的一个申请维拉诺瓦 可能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虽然说维拉诺瓦呢 它每年是比较正常的给大家提供了两次 提交转学申请的机会 但是它是一所比较小规模的院校 所以它整个的转学申请 审核流程也是比较长的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早提交自己的application 特别是护理学院的话 可能说要更加早的准备好自己的整套转学材料 同时呢 如果说现在距离你的转学 还有一定的目标 那你可能要想办法将自己的GPA 尽可能的提高 至少让自己有一定的硬件方面的实力 那么即使说你从现在开始到转学 可能时间比较短 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 将自己的GPA提高到3.9 或者是说更高的一个水平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帮你 并且也建议从软实力这边下手 让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软实力 在众多的申请者当中 硬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那更容易脱颖而出 同时呢 就是之前我提到的关于转学分方面 学生需要尽可能早的准备好自己的一个转学分报告 特别是针对商学院和工程学院 只能转一个学期的学分 那可能需要跟两所学校的一个advisor 都进行一个沟通 才能拿到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学分的转换结果 那了解完了维拉诺瓦的这些转学信息呢 我们来看看说 后人教育这边希望可以帮到你的 在申请维拉诺瓦的过程当中 能够帮到你的一些事情 如果说维拉诺瓦作为一个小规模的名校 然后在各种网上信息比较缺失的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 他的整个转学申请流程是怎样的 或者说在短期之内也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GPA提高到一个特别有竞争力的水平 但是又想通过软实力下手来提升 来提高自己被维拉诺瓦录取的这个几率 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帮助您来把握一个合理的申请节奏 把控整个的申请步骤 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尽早的拿到这一所 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批黑马学校的录取 那关于维拉诺瓦今天的讲座呢 咱们share的信息就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大家目前没有问题的话呢 希望大家也是比如说可以尽快在讲座结束之后 一个小时之内呢如果来咨询的话 我们也是有九折的优惠的 如果之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也是可以随时在咱们的微信群里 或者通过其他的任何方式给我们留言 来不仅是针对维拉诺瓦 如果是针对其他的想要转学的目标院校 我们都是非常愿意给大家提供一定的转学相关的信息 好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